大家好,正文开始之前,麻烦大家点击订阅,我们会把更优质的内容分享给大家。 2月7日,在北京冬奥会单板滑雪男子破面障碍技巧决赛上,中国选手苏一鸣摘得银牌,但裁判组的打分在国内外网络引发争议。 9日,赛事单板滑雪裁判长舒玛蒂奇接受英国记者采访时承认,裁判组第一时间没有看到冠军加拿大选手的抓板失误,当他们认识到错误时,分数已经提交了。 比赛结束后,立刻就有不少国内外网友以及专家对裁判组的打分提出质疑,因为冠军帕罗特并没有完成抓板动作,而是靠抓膝盖完成了这个动作。 英国广播公司BBC体育评论员雷叶指出,帕罗特在第二轮中的一个跳跃动作实际上没有完成抓板,应该被扣掉2到3分。 这3分有多重要?来看看2月7日比赛的最终结果。 第一名帕罗特90.96分,第二名苏益明88.70分,第三名迈克莫里斯88.53分。 也就是说,如果裁判及时发现帕罗特的失误,第二名的苏益明本该获得金牌,第三名的迈克莫里斯获得银牌,而第一名的帕罗特仅排在第三位。 诚如雷一所言,这完全可以颠覆领奖台。 9日,英国记者肯尼迪远程连线苏裁判长舒马蒂奇,希望了解其中到底发生了什么。 伊兹塔克回应称,从裁判组最先得到镜头角度来看,这个动作是没问题的。 直到分数提交之后,他们才看到帕罗特出现问题的镜头角度。 他承认,如果第一时间看到这个镜头,那肯定是个不一样的分数。 舒马蒂奇还对记者说,我读过你的一个同事写的一篇文章, 他把这个状况和马拉多纳1986年在墨西哥世界杯的那个上帝之手进球,进行了比较。 就是这样,裁判没有看到,但他做了一个决定,你无法在事后改变它。 舒马蒂奇坦言,如果一开始就看清了帕罗特的那个动作,最终的打分会不一样,但是各种各样的因素太多了。 我只能说帕罗特仍然奉献了疯狂的表现,他掌控了比赛。 关于裁判掌上帝之手的说法,其实也有甩锅已去世的传奇球星马拉多纳之嫌。 众所周知,在马拉多纳的那个时代,高清摄像技术并不发达。 加上足球比赛并非打分项目,需要保持比赛的连续性。 裁判员依靠肉眼和主观判断进行判罚,从而导致一定的误判是被允许的。 球迷津津乐道的,误判也是比赛魅力的一部分,也正来源于此。 但在足球比赛都引入了高清摄像技术,并要求裁判反复观看回放,确定判罚的今天。 作为一项打分项目,出现重大误判,还以上帝之手作为辩护理由,则显得有些无力。 当提交分数后,他们看到帕罗特的抓板失误,当时裁判席上的对话是,该死的,这是从一个我们没有见过的角度。 但他再次强调从裁判组得到的角度来看,感觉是一个合法的把戏。 伊兹塔克说,如果你从理性的角度来看,这些是世界上最有经验的裁判,他们参加过单板滑雪美国公开赛等世界级比赛。 但如果有人认为,这群评委会奖励抓膝盖的动作,那就不理智了。 基本上我们是根据所见来判断的。 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抓取和反脚正转动作,这是首先要说的。 第二件很重要的事情,我们需要在几秒钟内做出决定,因为它是实时的。 在被问及是否应该看回放时,伊兹塔克表示,我们只是看到他们给我们的摄像机角度,看起来很干净。 不仅仅是因为那一招,因为帕罗特做的每件事都超级干净,超级好。 就像我说的,我们判断了我们所看到的,每个人都对他感到自信。 在采访的结尾,他再次表示,对于一些疑问现在无法评论,后续还有项目要进行,我不想创造一个可能影响我们评判的潜在环境。 在一切结束后,我肯定会说出我的想法,我认为,什么可以改进,什么可以帮助我们。 采访过程中,舒马蒂奇坦言自己在最近两天收到了很多垃圾消息,同时也和一些专业人士进行了交流, 包括苏一鸣的教练佐藤康宏。 此前在比赛结束后,苏一鸣和佐藤康宏都回应过裁判达芬的争议。 苏一鸣当时表示,没有特别关注网络舆论和聚集达芬。 他表示满意自己的发挥,但还是有瑕疵之处,接下来他会全力投入对大跳台项目的准备。 不管怎么样,我们大家玩得都很开心。 帕洛特他是真真正正完成了一套很好的动作,在这场决赛里大家都是第一名。 能够站在奥运会的决赛上去完成自己最好的动作,我觉得大家都是最棒的。 对于外界对打分的质疑,苏一鸣自己却并不看重。 赛后他更多的是在表达对于祖国以及教练、父母和支持者的感谢。 他表示,他在赛后发布会上告诉记者,第一滑还是有一个不错的效果的。 也是因为第一趟有了一个很好的成绩,找到了一些感觉,也能够更有信心地去完成第二跳。 第二跳虽然不是我理想中最完美的一跳,但能够把这些动作组合在一起,我还是非常开心。 和偶像们一起比赛,苏一鸣说自己很满足。 第三跳我就是想尝试有一个更好的发挥,但在起跳的时候出现了一个问题,没有一套流畅的动作。 在第二个和第三个跳台之间,我换了一个脚位,因为我还是想调换成正脚,去尝试一下在第三个跳台做1800。 这个动作我在泼面障碍技巧还不是特别熟练,所以也是想趁着比赛第三跳的机会,把它当成一次训练,把这个动作完成得更好,也为之后的大舞台去做准备。 接下来我会更加专注大跳台,完成更好的动作取得好成绩,为国争光。 而教练佐藤康宏同样表示,不会抱怨裁判的判决,我很骄傲小明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 苏一鸣的母亲也在朋友圈就相关情况发文,鼓励宽慰苏一鸣,生活就是这样,要做强者和勇者就是要朝前看。加油,苏一鸣,你是最棒的。 虽然还未满18岁,但苏一鸣已有14年的血龄。 4岁起,他开始跟着父母去滑雪,彼时国内还买不到儿童专用的滑雪板。 苏一鸣扛着比自己还要高20多厘米的雪板,开始了冰雪冒险。 在父母的影响下,苏一鸣进步迅速,7岁便成为世界最大滑雪品牌的签约滑手。 2014年,苏一鸣凭借出色的滑雪技巧成为电影《智取微虎山》中小栓子的扮演者。 在电影中,行军要靠滑雪赶路,出发前大人们叮嘱小栓子,让他跟上别调队。 然后出发后,大人们却发现,根本跟不上小栓子的速度。 那时候的他已展现了出众的天赋。 之后苏一鸣又陆续参演了《摇滚小子》、《生逢灿烂的日子》、《狼殿下》等作品。 2015年7月31日,苏一鸣迎来人生的转折。 就在这天,北京深冬奥成功,苏一鸣萌生了在家门口代表祖国出征的念头。 我既然这么热爱,滑得也这么好,为什么不可以走专业呢? 从那一刻起,他决定做一名职业滑雪运动员。 2018年,苏一鸣在跨界选材中进入单板滑雪大跳台及颇面障碍技巧国家集训队, 并迅速脱颖而出,多次为中国单板滑雪项目创造记录。 2021年,苏一鸣首次闯进单板滑雪大跳台世界杯决赛, 便以155.25分的成绩夺得冠军。 这也是中国男子单板滑雪运动员首次夺得世界杯冠军。 苏一鸣如同他的名字一般,一鸣惊人。 苏一鸣练习的单板滑雪大跳台及颇面障碍技巧是冬奥会大家庭中的新人。 颇面障碍技巧于2014年进入索期冬奥会, 大跳台2018年平昌冬奥会才成为正式比赛项目。 中国的单板滑雪大跳台及颇面障碍技巧队直到2016年才开始组建。 这位00后少年肩负起为中国冬奥军团开疆阔土的重任。 今年以来,苏一鸣一直展现了非常良好的竞技状态。 在此前的国家队备展中,他成功完成了世界首个内转转体1980度, 及向内转体五周半抓板的动作。 之后苏一鸣还将为单板滑雪大跳台比赛进行准备, 还是让我们继续期待这位小匠的表现吧。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别忘记点赞、分享、订阅。 你们动动手指,对我可是意义重大。 就这样,我们下期见。